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手相当中的不同的手指对应的不同的人 大拇指是对应的父母 是最大的手指,父母为大 在相学当中,上半截是代表父亲 下半截是代表母亲 如果是上面没有什么杂纹疤痕的话 代表父母安康 早年家庭环境不错 父母的助力比较多 特别是你在进入社会之后 能够给你很好的帮助 长辈助力多的话 起点比较高 非常利于打下坚实的基础 手上三角纹 手有三角穷不过五之说 这个是由生命线智慧线和欲珠纹 共同构成的三角形的纹路 这个是有代表有非常强大的 管理能力和号召力的一种表现 这个是 这个手上有三角纹 这个为什么有强大的号召力呢 我们说三角纹,叫三角令旗纹 就像古代将军打仗一样 这个令旗一发 万人所向披靡 这个是非常的一种 有这个领导力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手上是上长下后 上长的就是指手指长 后呢是指金星丘和月丘这个位置比较饱满 这个是再加上这个手指大拇指里有一条横财纹 这个是走偏财运的 有意外之财 这个是 但是生命线比较弱 生命线比较弱 整体比较匮乏 平时呢要小心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这是从整体手上来看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 大家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